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就告诉各位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重点我要讲的是 这个地方是不是到2021年的10月 这是10月吗 对不对 10月 好 这是8月 9月 10月 好这个点其实是到2021年的10月 因为 我最后上课那个时候的资料是 我上课是2021年的12月初的时候 他当然那时候不会有 11月的资料 也不会有12月资料 他只到10月的资料 可以吗 好那请问一下 现在是2022年的2月 对不对 所以 财政部会不会把进口资料 应该会做到2022年1月 对吧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准备 现在 因为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你来这边上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重新整理 这个概念是一定要学会 否则你每个月在那边重新画图 那是Excel 这一套人体不用 而且等一下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你每个月就是想办法把那些资料抓下来 放在一个指定的资料夹里面 这样理解哦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们做这件事 可以吗 然后那个图会自动画出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